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20周二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28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其实想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平时我们自己在操作这个账户的时候 从分析把我们落地的这个操作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流程 大家真实的感受一下 不管赚还是亏 整个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们平时是怎么去操作的 那么为了表示这种真实性 我们也是把这个网页打开 我们去查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11点28分 跟右下角时间是一样的 这个不会骗人 OK 我们进入到盘面中 那么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来讲 欧元 欧元其实跟美指是相反程度是最大的 它的节奏其实是属于 整个分析货币的主要节奏 也就是它联动了其他所有的货币 那么当处在震荡的时候 当然非美货币 其实也会有分化的情况 然后对于现在 欧元来讲 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大级别来讲 我们不用看到太多周线了 周线的其实说白了 跟我们之内的这个操作 其实也关联不大 但是就日线来看 就是我们放到这个图像上 我们来看 其实它整个的一个节奏是 它处在一个收缩震荡的过程中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高低点 现在都是属于收缩的一个状态 那么收缩状态的话 那么有可能说是在大级别上 后续在这 这个点还是不破 继续进入到一个收缩震荡的过程中 但这个只是说大级别的一个预期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存在于一个矛盾点 是什么呢 周线级别上其实也是存在于一个 这样的一种收缩震荡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其实对于 这一段我们刚说的一个 局部的这种收缩 其实对于这个整个大的格局来讲 它俩之间是存在一个矛盾点的 为什么存在一个矛盾点呢 就是大的级别我们去看内回档 对吧 去看它有这样一个震荡 那这个地方它如果破了 破的话 它其实对于这一段的震荡 对一段的震荡就不会再继续持续了 对吧 那么它就相当于是要打开 这个日线级别上的这个内回档的节奏了 往下进一步去走了 对吧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看 这个日线级别 它未来能够去走一个来回收缩的震荡 那么周线级别上 这一段的一个震荡持续 它还会继续延续了 所以这两点其实就会它会有一个矛盾交错点 那么这个矛盾交错点呢 在大级别上是有这样一个体现的时候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太过多的去作为一个参考依据了 因为它矛盾了 它不共振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什么呢 我们懂得一个道理是什么 就是从大级别往小级别去看行情的发展趋势 那么从小级别到大级别实际上去看行情出现变盘的可能性 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关注 只需要关注这一段的一个走势就可以了 我们单纯去分析这段走势 而不去对于之前的这些高低点 内回挡三角形 去做过多的这样一个预期 那么单纯来看这一段 那么就是回到我们四小时级别上 我们只需要看这段行情去 那么这段行情 我们只需要看 这一段是一个加速下跌 对吧 那么这一段其实进入到一个震荡 更多的关注 其实日内关注实际上就是这一段 那么对于这段行情来讲 其实我也画出了一个收缩的三角形 那么这样一个蝎形的三角形 其实我们在学习过这种模型走势之后 其实我们知道 这种蝎形的收缩三角形 它未来会有反转的可能性 未来会有反转的可能性 那么所以对于这样的行情来讲 它未来反不反转 可能还是一个进一步 在收缩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 瞬间爆发的一个行情 但是对于日内来讲 这种可能性有吗 这种可能性有 但是不大 因为还没有震完 还没有震完 因为昨天已经算是拉伸了一部分 日内的节奏 我们还是按照客观的 它震荡的一个角度去看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震荡的角度来讲 其实如果说它今天日内 这个行情能够走到上面 我们肯定是做空 它如果走到下面 我们肯定是做多 是这样一个考虑的 因为本身这一段 其实也是不断越收缩 也都是形成在一个揉搓线中了 所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 区间震荡的速度上去考虑 但是我们只是把多空进行了分析 它的机会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机会是在这儿 做个打点 在上面做个打点 那么可能再收缩 我们就不愿意参与了 为什么 再收缩就会形成这种 可能未来的一个爆发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 它这个爆发点是往哪个爆发 对吧 有可能它的行情 就是未来大方向往上抽 但是它有可能会抽一下 再拉回来 做一个加速感底的一个情况 也是有可能 但是过多的这种情况 我们不去过多去考虑 我们只去看局部日内 它是一个震荡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机会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明显 因为纵观所有的这种品种来讲 其实这个机会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显 或者我们现在就能操作的机会 像英镑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英镑在大级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周线 它是属于一个 前方这有一个压制 整体来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中 那么这个震荡的状态中 其实从这一笔来看 其实这一笔上已经终结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一笔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 对吧 这一笔其实已经开始出现终结了 那么这一段要想形成进一步下跌 它得把这个倒数点破了之后 才能明确出一个明确的N字下跌形状 那么当下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只需要去研究什么呢 研究终结的这一笔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笔呢 其实它可以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这一段的一个加速下跌 一个部分是这一段的一个调整震荡 那么现在目前迎来了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理解现在的支撑在这确实是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在这个支撑上的一个验证上 它在昨天的日K上并没有形成 这种反抽上去的一个动物关系 一个K线形态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支撑呢 其实它被验证之后 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 而在短线上呢 其实整个这段下跌来讲呢 其实一直是比较弱的 而且在今天的日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大的回抽 还在一个小幅的盘整的过程中 那么这样的行情来讲 其实我们肯定是一个顺势的思路 那既然是一个顺势的思路的话 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布林弹 或者你要是学过均线 你打开一个MA均线 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虽然平衡不用 要做个参考 那么像这样一个均线呢 其实我们认为 就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参考意义 然后在这个位置 20均线的不破的情况下 进一步去创出新低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当然如果说 他今天也有可能走震荡的话 我们说首先排除一个概率 就是说他今天直接这样打 这种概率比较低 对吧 要么是震荡 要么是进去创出新低 对吧 那么如果是进去创出新低 那么他这个位置应该是不会破的 就是他不会有强反弹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他有了强反弹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震荡呢 他有了强反弹之后 我们想去做震荡的话 那么就结合布林弹的上轨 走下来的时候 震荡反弹到这的时候 我们去看在这个位置的一个空点 那么他最后形成的是这一段的震荡 那就是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那如果说你想 这两种情况都操作 我就做两个策略组合 一个就是现在进空 完了之后 等到止损放在这 然后等到布林弹下来之后 他如果直接下去 当然极大欢喜 他如果没下去 那么他上来了 那我们去做什么呢 去做一个加仓 在上方去看一个震荡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当我们当他行情走向了这之后 当我们开始去 有加仓动作的时候 我们整体的止盈位置 肯定就不会说是 去看新低了 而我们的止盈位置 肯定就是看这一段震荡的 低点这一带附近了 那如果说他直接跳了 那我们止盈呢 肯定是要往下去看 进一步去看到哪呢 那么进一步去看 这一段行情的 下跌的一个1比1 基本上1比1 我们往这看了 往这一带看了 往下方这一带看了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 你的止盈想去拿到 一个你的止损的 1比2的一个空间 当然也没有问题 从日常的角度来讲 有可能不会跌那么大 今天往下去跌 跌个50个点 你的止损放一个 你止损如果说 如果说他直接下破了 对吧 那你的止损 从上面肯定就移动到这了 对吧 你的亏损的成本就下滑了 下滑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止损 往下进一步去放了 当然说这么多 其实这个机会 按照平常来讲 可能我就进了 但今天其实整个旁边中 我是选了又选 挑出了几个重点的机会 那我在这儿 就不去一一的 把每一个盘面都讲了 不去讲每一个盘面 因为觉得讲每一个盘面的话 有点浪费时间 那么我们就直接挑 我们觉得是重点的行情 比如说像欧加 美加 美加经历了 昨天的大涨之后 其实现在的整个节奏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方是一个明确的 一个什么的调整 这个调整很弱的 在一小时比上 这一段其实是有镰刀的一个状态的 但是也有同学可能讲 这个镰刀是不是有点走坏了 是 你的发现是很敏锐的 这个镰刀是有点走坏的味道 但是它在走坏与没走坏中间徘徊 还没有明确是走坏 什么叫明确走坏呢 明确走坏就是 首先第一点就是 走坏的特征是什么呢 一个大那种能出来 完了之后 弱调整 这个叫走坏了 这个叫什么呢 反弹变反转的一种 还有一种什么呢 就是这种盘整 时间周期很长 头重脚轻 时间换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叫镰刀走坏了 现在目前来讲呢 它处在 既有可能不创出新高 但也有可能 不会去走镰刀 失效的反弹变反转 所以这个时候 大概率是什么呢 是一个在这一代的震荡 所以刚才 其实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一个做多的点 当然现在呢 我的仓位呢 现在不去做这个点 因为我有看好 另外一个机会 同理呢 就是美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欧加呢 其实今天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欧加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欧加也是这样一个思路 在这一代 是一个震荡的思路 看似好像 有反弹变反转的可能 连到失效的可能 但实际上 其实它还要在这去震 我们先去做这个震荡 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也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揉搓线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明确的揉搓线 这个非常清晰 那么下方 在刚刚在这个位置 直接去多 多到这个位置 拿住 这也有多少空间呢 这有30点的空间 确定性非常高的一个机会 非常高的一个机会 OK 那么我们说一下 我今天想布局的哪个机会 我今天想布局的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就是棒戏 对不对 那么其实整个今天的棒戏 可能都偏向于做空 我想提到的一个机会 是我的棒家 这个是我已经进场了 朋友们 那也很真实 现在确实是浮亏的 那么这个棒家 朋友们 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我的挂单 我先把我的订单先取消 这样的话 给大家好解读一点 那么首先棒家 基于就是棒戏 今天看空的一个思路 以及每家 他有可能去走 失效镰刀的一个过程 先走震荡 对吧 先走震荡 那么对于现在 这样一个结果来讲 棒家的一个走势 我们单独去看一下 单独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 其实是一个 非常加速的一种上冲 而这种加速 其实之前 它的一个调整幅度 是比较大的 而在这一竿子上来之后 其实是明显构成了 一个加速 赶顶的一个情况 而这个加速赶顶 结果后来之后 冲高 它迅速的回来了 大概有 基本上超过 50%的一个幅度 大家可以看到 超过50%的幅度 那么像这种行情的话 很大程度上 后续的走势 有可能会因为 这样一个加速赶顶 加强 它是这样一个反转 转变成这样一个什么的 反转变反转的一个走势 我们说加速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加速赶底 这是一波上涨趋势 调整幅度不大 但是还上冲一个加速 然后回踩了 接近一半的位置 这个行情出现了 占一个弱势调整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进空 后续的走势是这样的 基本上 我们说这一段 是加速赶顶 对吧 而这一段 其实就是反转 完全的反转 那么后续 这个位置都不一定能挡得住 所以我们今天的布局 实际上是在这一带 去形成什么 我们做空的一个思路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止存怎么放 止存怎么放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就是在 这段行情里面 我们预计的 它的走势 是一个弱势的调整 在这你调整 震震震都无所谓 对吧 那逢高 我就是一个加仓的思路 你要说粗糙一点 我们怎么放止损 放到这 但是放到这 可能大家都觉得 好大 但实际上其实还好 如果说我们去加仓的话 其实我们的均价 可能就上去了 实际上 但是会存在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 比如说我们 一直加仓 发现一个行情 走到这了 万一走到这了 万一再上了 那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想要的 就不对了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它是在这去震 然后怕 往下跳的这个过程 所以其实 我们止损放在这 是安全的 但是它并不能够 验证这个机会 它本身能够如预期 一样去走出来 我们始终还是要 把机会本身 单独拎出来 我们想要的机会 就是我们刚刚 说的有条件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机会 对吧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是要放一个合理的止损 其实这个位置 你说止损合理吗 其实你要说 按盈亏比的角度来讲 假如说它后续走出来 它走到这个位置 其实你在加仓的话 如果加到这 均价在这一带的话 其实你的盈亏比 也基本上是属于大于1的 大于1的 也是合理的 只是说你放在这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1 跟没放差不多 这个行情机会走坏了 不符合你的预期了 你可能还在哪 没有必要 那我们就一定要放一个 跟我们机会预期 一致的一个走势 那么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先连接下非波 这个连接下非波之后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在50%这个位置 我们认为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观看 那我们先把这个点画出来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整个 这段消息的过程中 你要说它的调整 能调到什么样的幅度 我们看四小时 觉得这个K线收线节点 其实收线节点在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这个节点 其实也可以作为 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 那么我某定了 这两点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的行情 基本上在我们弱势 就这一段下跌 弱势调整的过程中 如果它不超过50% 同时它也不在 之前这个四小时K的 上引线的压力之上的话 那么很大程度上 这个行情跌的概率就比较大 但如果说突突突 把这上面直接突上去的话 那么这个行情 就转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转变成了一个回档行情了 这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种反变反转的节奏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节奏的思路 我们要的是一个弱势调整 要的是一个 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布林代表看 布林代表有什么启示 那布林代表大家可以看到 四小时没什么启示 一小时 一小时有个中轨 但这个中轨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基本上这个中轨的位置 也是属于在四小时 刚刚那个上引线 K线的上方 大家不要忽略 K线本身 因为这个其实是 K线的知识了 这一根单K的上引线的开盘架 其实非常关键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止损位 最大放在50% 那么中间最小的 我们放在这个支撑附近 我们其实选择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 我个人的建议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把止损放在50%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50%的位置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止损位置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 往上去调整一下 调整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不会不变 会不会变呢 也有可能会变 当这个行情 比如说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震荡 然后开始往下有阴的 有阴线走下来的时候 这样它已经稳住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看到 它已经稳住了 稳住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止损 往下放了 往下放了 对吧 那么现在只是为了 去防止以防万一 那么这个止损 我们是放在 其实我们是想放在 这个区间的 一旦这个行情 再往下去跳 啪 我还跳的时候 那么这个跳水的 这个K线的开盘的位置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 进一步再把止损 往下移的一个过程 是这样一个状态 OK 那么现在这个单子 我已经进去了 应该无手 应该无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它止损放到这 我亏多少钱 260美金 其实260美金 对于我来讲 就是我个人来讲 就是我觉得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其实说白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讲 我觉得都是仓位比较小的 我认为都是可以加仓的 那么现在我觉得 其实这个行情 就是在我预期的 这个走势空间里面 我觉得已经走了 我看一下 我认为已经走了 三分之一吧 就是说其实在这段空间里面 是我觉得 是一个 我可以接受的一个浮亏空间 那么在这个容错的空间里面 我觉得走三分之一的话 我是可以再加一次仓的 因为再加一次仓 我们把支撑调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先不要把支撑拉过来 我们先把支撑放稍微下面一点 我们看一下 鼠标移动一下 看一下 这里是什么 200美金 上面是260美金 我就算把它往上移的话 其实也是210美金左右 对吧 两个加起来的话 其实也就是500美金 对于500美金来讲 我去做这样一个机会 值不值 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想 我值不值 我500美金 我做这么一个机会 我赌他 不是往上 这个筹码 你心中是有一个衡量的 一个尺寸的 其实我内心深处 我觉得像这样一个机会 我愿意抛掉什么的 1000美金的成本 我去做这个机会 那么这种策略 在我们进场之后 一旦开始往下跳的时候 我会加仓的 就为什么跟今天 没有跟大家说 我们去做英镑顺势 或者其他的欧元 或者其他的这种机会 为什么没有去做这种机会 像美加 和欧加 其实我也没有去做 为什么 因为像这种机会 它其实就是一个震荡的机会 它概率比较大 但它并不是那种拉伸的行情 并不是那种跳水的行情 我的偏好 比较喜欢那种 相对 它能够有形成跳水的拉伸行情 这样的话 其实在它启动的一瞬间 在它往下跳的时候 我是可以进一步加仓的 它是有个加速的过程 中间有加速的过程 我可以去通过 我的收益最大化 顺势加仓 让这样的一个收益 不仅仅只是变成 我把这个指引简单这么拉一下 比如说我们拉到这个位置 我们一看 现在这个300美金 300美金的收益 其实我们不是想要说 就只赚300美金 我们想要的是 它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机会之后 我们在这就基本上 只剩往下一放 就一步再加了 一直再加了 这个仓位就会叠起来了 我们是这样去操作 具体的操作 到加仓的时候 再跟大家把这个视频 再继续录起来 现在就先把我们分析到开仓的阶段 我们先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好吧 完了之后 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看好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可能大家平时不怎么做 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今天的黄金 也是有可操作的地方的 比如说像现在 昨天这一笔上来之后 昨天像这个行情 你看我们当时说的这个位置做多 对吧 其实昨天雨波很多人都赚了 对吧 那这一波行情打上来之后 再上来 这一波1比1 其实到这个位置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 那么这段行情来讲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没结束呢 你可以看到 单纯去分析 这一笔的走势 它是站在了 这个台阶上的 这个台阶我们说 大家不要看这个 一小时一小时刺透太多了 我们就看 我们15分钟刺透太多 一小时 其实这一带 你看它抹掉了 它就还是站在这 站在这的话 其实这个行情还是会 进一步往上去走的 然后走到这之后 预期是一个做空的一个点 所以这个行情 其实也是一个正常行情 那么你要说 我能给它打几分呢 概率大不大呢 也是属于几分以上的 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什么 这种带有加速性质的 带有这种快速节奏的 能够容我去加强 因为我的分隔 对于机会的选择 就是基本上满屏 每个品种 现在都是都有钱 我可以告诉大家 每个品种有钱 包括每日都有钱 怎么做我都知道 但是有些机会 我是不愿意去做的 我要选择适合我的 要不然鼻子迷毛一把抓 最后什么都唠不到 什么都唠不到 做不透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你要去了解自己的节奏 把一个机会做透 那么我今天去只选了两个机会 所以欧加也不错 欧加上来之后 这个空也不错 多也不错 那我选了只有一两个机会 包括欧棒 欧棒今天连刀 对吧 你看这个节奏 挣完之后回踩做多 这也是一个无脑多 这也是个无脑多 本身大级别 这就是一个逆动能 背后的一个行情 那么像这个行情来讲 我也不是过多说了 那么我今天主要看重的 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是白银 一个是这个帮家 好 白银我说一下 白银的这个行情 其实现在它跟这个黄金的节奏 会有点差异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 日线级别的一个走势 就这两天是在联银的 而黄金的这两天 实际上是日K上是有联银 但是今天的反抽是有的 但是白银是还没有反抽 对吧 白银还没有反抽 白银比较弱 偏弱 这个行情已经支援到一个偏弱的节奏 那么今天来讲 这一段行情 其实我们说这段行情是什么 有点像什么 加速杆底 对吧 既然是一个加速杆底 我们说杆底杆底 杆了底 我们都知道加速杆底之后 我们要做多 对不对 要做多 但实际上它杆的这一步 是比较快的 杆的这一步是比较快的 就这个行情 一旦开始从这往下去走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 它这个行情未来 一旦加速杆底形成 这是一个多点 可能融合了之前的低点 这可能是一个做多的机会 那么刚好这个1比1A形成 但是这个杆的过程中 其实这一段 我认为是一个目前的 进一步的一个快速下跌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四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下跌其实很清晰 很清晰 而且重点是什么 在这一段下跌过程中 昨天这个走势 还形成了一个 我先把这个取了 还形成了一个局部的揉搓 像这种揉搓出现的时候 我说实在的 简直是心动 简直是心动 就这样的行情 你即使你不去做加速 你就是去做这种顺势的 这种揉搓震荡 你就某着这个点 上来之后你就空 上来之后你就空 你就加仓空 这就基本上是属于无脑行情 无脑行情 只做很清楚 就放在这就可以了 揉搓向上方就可以了 这个行情就是 今天第一次踩上去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震荡 震完之后 大概率是往下破 所以我结合了这个点 包括结合了日线 今天这个K线 其实它收音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进一步收音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到时候可以拭目以待 现在我已经进场了 我今天进的也比较急 早上就直接进了 大家看一下 我的止损也放在这里带 我看了一下 当时对于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说实在是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我知道其实对于白银来讲 对于白银来讲 波动比较大 但实际上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是不想错过的 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是宁愿用3000美金的成本去做一波 拨一拨的 去拨 我觉得这种机会 其实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认为可能10次里面有9.5次都是对的 我还真没有见过几次 是我去做这种行情是出错的 因为要么我就做震荡 我即使我最差我做个震荡 要么我就好一点我就做连续 对吧 大小级别各种东统一 节奏都统一 对吧 逻辑也都自洽 我觉得合老不为 对不对 你只要加仓合理 对吧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我第一个单我晋级了 对吧 但是我第一个单其实我想做了延续 没关系 他这个再上来了 第二单我现在补了个仓 补了仓的话 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成本 我的成本其实在止损划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多少 1600美金 对吧 这是第一个尺寸成本 第二个成本是1100美金 1100美金的应该是这个订单 是这个订单 1600美金是这个订单 其实整个的波幅比较大的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如果说我们这波如果转了 我们往下拉 往下拉今天的认内节奏 我就说我们看到这 看到之前这 我们能赚多少 1700美金 我就拉 这个是赚2000美金 对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节奏 对吧 所以其实当你行情分析完之后 提炼是什么 提炼一个机会 提炼完机会 实际上你就是在做什么 在做如何去制定策略 策略也包含直升指引进一场 同时也包含仓位 仓位又包含你要去思考值不值 对不对 要考虑到几乎的权重 对吧 那么在这 其实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去展示我的账户 其实我的账户 我是不太想给大家去展示的 因为这个账户 其实是个小账户 平时也会用小账户去做一做 那我的大账户 1800美金大账户 也是在的 但是我大账户一般不会这么玩 小账户是平时遇到这种好的机会 我去做一做 大账户 我一般10万美金大账户 我不会这么去弄的 因为这种小账户 我们说 你要说操作的话 你说亏了 比如说爆仓了 或者说是亏个一半 这个都没啥心疼的 但你要说 这个10万美金大账户 这个思路 其实它就不是按照爆仓的一个思路去做了 它肯定是按照一年的收益 在30% 40% 50% 这样的一种进度去推进的 它做的机会 相对说 可能我的持仓调控 我不会说放太多的一个精力 基本上我放在那 可能我做一个星期 我动一下 一个星期我动一下 去做一些小调整 就这样去做着的 保证它的账户 持续是在的 就可以了 持续是滚起来的就可以了 所以像这样的机会 其实说白了 它是翻仓的机会 是我的目标方向 是这个导向 其实对于普通大家来讲 其实如果说你确实 比如说你就是几百美金 一千美金 两千美金 当然我们不说 就是说这种情况 比如说 我是过来学习的 我想感受一下这个盘面 好 那你就慢慢做 小仓位慢慢做 去体验 去经历 去感受 你说 老师我过来也想 就是翻个倍 赚个钱 那你说 你去拿个一两千美金 你不去考虑说 我做一笔交易 我就能够赚个 两三百美金的话 你只是想可能 我赚个百分之十 我一个月赚百分之 你可能单笔 我就做个赚个十美金 二十美金 其实意义不太大 我个人理解 意义不太大 这种法 其实有点消耗时间 精力不太大 相对稍微做成熟一点的朋友 我觉得 你拿个一两千美金 去做 我觉得多多说少 你都是 我觉得一笔订单 可能都是两三百美金的成本 你说你拿个一万美金 去做的话 你可能不一定像我这样 但至少你可能 就是说 你做一笔订单 你可能 机会比较不错的那种 我觉得你花个五百美金的成本 六七百美金的成本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这个市场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给我一个 因为我这个账户 其实是昨天晚上原油这一波 我是从五千美金翻上来的 我翻到一万美金的 我翻上很快的 那我翻上来之后 其实我不太在乎 我盈利那部分 那我就用我的盈利 我继续去博 我继续去赚 我对于这个账户的目标 其实我就是一个月翻三倍 一个月翻三倍 就这么简单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太思议 也不可思议 但是慢慢的 大家如果说接触跟我接触多了 就觉得这很正常 这个市场其实你不赚钱的人太多了 所以把大家的这种视野可能给混淆了 就是爱好难赚钱 其实我们真正去做交易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来看一下我们的时间 时间是现在的 还是现在的时间 看一下 现在是2021年的7月20周二 中午三点钟 现在这个行情中 其实跟我们早上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早上我们的思路是什么 就是说等他这个行情出现个调整 完了之后调整出现了一个明确的跳水的K线的时候 就是我们干什么呢 干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把我们之前预估在4小时的这根K线的上沿 以及我们画飞波 画飞波50%的这个位置 对吧 50%的这个位置 这个空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止损位 对不对 而且我们当时止损是放在这个50%最高位了 然后我们说我们到这个行情开始跳水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止损下拉 这个时候我们下拉 其实就下拉在这根K线的一个 这根K线的一个开翻架的上方 就可以了 放一个刺头的这个防刺头的位置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 说完了 我们就是以这根K线为一个绝对的关键K 这个K线就是一个我们整个这波行情 接下来启动的一个关键K 这根K线你要再打破 再往上走 那就不是我们节奏了 这个我就损掉了 就损掉了 我也不后悔 那么现在我们是三个单子 给大家看我们的成本 对吧 我们成本现在移动了 对不对 我后面拉一下 就是三个单子 三个单子的话都是0.5 我们的成本是 这个是68美金 146美金 128美金 整体的成本 我们是控制在 我说算一下 107 106 105 103 然后 接近300 350左右 整体的成本是控制在350左右的 要比早上的成本要低了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三个仓 还有三个仓 三个一年无数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 看到我们的这么一个思路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节奏就来了 节奏来了之后呢 大家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我们待会就不加仓了 不会的 待会我还会加仓 待会这根K线 我们看到明确的要往下去走了 要开始破位了 我们会继续加仓 顺着它这个道 我们认为它这一波加速 要来的时候 我们整个这一片 我们都会去进行加仓 直到它达到这个位置 再往下我们就不加了 在刚开始前半部分 我们还会加 它待会这个行情 再往下走一点点 我就还会加 只是说这个节奏 能不能跟大家去录得到 这个不一定了 这个不一定了 好吧 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现在持仓的这个 这个白银 白银的思路 我就不讲了 现在说一下我们持仓的情况 就目前这个持仓情况 客观来讲 其实我们两个思路 我们要不然就做什么呢 要不然去做这个 就是今天早上刚才说 要不然就做这个震荡 对吧 那么这个震荡 其实今天早上我提前进了 我想做延续的 要么做延续 要么做震荡 对吧 那么今天进了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上来之后 我又加了个仓 那么现在下来了 下来了 那整个过程中 就是我现在也可以把它 平仓出来 我现在可以把它平仓出来 现在白银来讲的话 整体我是赚了500美金 赚了500美金 那么目前来讲 如果说现在就平常出来说白了 怎么说呢 跟我们早上的预期 相对来说做的保守了一些 如果说我们在耐心等待的话 也是可以的 我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棒加 看一下白银 我们再参考一下黄金 整体问题不知道 这个白银还是很稳 现在还是很稳 还是非常稳 这波其实可能啊 待会会有一定的调整 会出现 可能会有一定的小调整 会出现啊 以现在这个走势来看 启动的时间 我预计应该是在相对的晚间了 有这个可能性 没关系 我们耐心等待 好吧 行 那中间的这个持仓操作啊 我先给大家去解释 录到这儿啊 那么再有什么其他操作的 手腕一啊 我没有录到 那么我们最后等持仓的结果的一个视频 好吧 现在时间是 呃 呃 是7点01分啊 是跟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啊 呃 我们这个盘面呢 从今天开始去去去分析 到我们布局 到我们加仓调整止损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刻操作 已经已经全部都呈现在这儿了啊 因为中间的这个一小小加仓这个部分 我是看这个行情在家的 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去一个一个视频去去弄 我觉得现在大家呈现这么一个结果啊 呃 白银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目前的这个走势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今天的早上的这个单子还在这儿 还放着呢 对吧 呃 白银现在的思路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这个目前调整是比较弱的啊 看调整这个状态比较弱的 那么后续的这个走势啊 那么等到他开始往下去破位的那一个K线出现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止损移动到这个位置啊 移动到这个上方这个震荡的高点 然后等到他进一步往下去跌 那么顺势正好呢 我们在下跌的冲动过程中 我们也还会做一次加仓 因为对于这个啊 目前来讲整个这个我们两个机会 其实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两个机会 再重复一下 因为他俩本身就是一个加速的机会啊 他涵盖了加速的机会啊 这点给大家清晰一下 所以这个行情在出来的时候 也会像这个帮家一样 会这么连续去加的啊 连续加的呃 我跟他讲一下啊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连续加仓的这种操作 我们不会把这个行情拿了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不会说拿这么干净 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仓位去用确定性 去做了利润的这个叠加 我们差不多再打一点打一下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我们整个仓位是叠起来的 我们做的是这一笔加速的一个确定性 你后面尾声的东西 其实我们就不用去太在意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拿一个什么呢 从这一波空间啊 拿下拿到这儿 我们就看到这儿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啊 打到那么精准 我们差不多可能在这个位置啊 或稍微上面一点的位置 我们就基本上出来 因为这波行情我们已经做完了啊 然后呢 这个白银也是这样 简单借这个时间点啊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 就在第一个视频里面说的这个预期啊 你看这个欧元啊 跟大家讲的 说是今天这个行情在这儿是有震荡 但是没走到这个来回中间 它还是进一步的把这个震荡再次收缩了 所以就是说行情你能分析 但是它没有形成机会 对吧 英镑说一下 你看英镑今天这个走势 我们当时说的什么呢 两种思路对不对 两种什么思路呢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看延续 从这个不应该中轨直接去空 对吧 那就走延续 如果我们去做震荡 那么就不应该上轨啊 我们去做空 就做这个区间的震荡 那么现在是走延续了 在这位置空 那就可以去去静了 但是呢本身是个机会 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加速行情 不是一个加速机会 所以我不过头去讲了 好吧 其他的评程我们就不说了 你看美日啊 这个反对面反转也有了 我不知道今天好棒 今天哪讲没讲啊 美加的这个震荡啊 还是对吧 如我们预期 这个 其他的一些机会啊 我看一下 这个欧加对不对 欧加说的这个机会 其实也是一个震荡啊 那么像这种震荡结束之后 后续如果说盘整的话 还会有这种什么的 这种跳水的这种状态会出现 还有一个跟大家 我记得提到了一个欧棒是吧 当时提的是扫了一下啊 大家看欧棒 欧棒这个节奏啊 也很清楚 一波加速上 在这种行情啊 说白了 我们无法判断它是一个加速啊 它是个机会 它不是个加速 所以这个行情 镰刀啊 去做多 没毛病也出来了 对吧 这个节奏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众多能赚钱的机会中 我们选择我们想要拿到的啊 以我们自己的风格 以我们自己的操作思路 我们抓 我们想抓到的利润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行情实在的 可能这个行情 大家自己在持仓的过程中 你看 当你看到这个 你都不会去赶 你不敢加仓的啊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吧 那成本就这么多 对吧 也不是说我今天去做这个操作啊 我每次这么去做 都能够百战百胜 但是呢 我们大概率去做的一些确定性的机会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我个人去操作的一些账户 一般啊 都是我会做确定性非常高的 我更依赖于确定性去做交易 因为我的时间经历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持续的去去去去去看盘啊 是这么一个风格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好吧 你看像这个 帮家现在这个状态啊 其实就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帮家单子 从这儿到这儿 这个帮家的单子 我们抛掉这个白银的盈利啊 差不多有1000美金了啊 这波节奏其实差不多了啊 尽管我们说这个行情在这儿啊 是看到一个定目标美啊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目前这样一个节奏啊 差不多 好 你看我们现在的止损在这儿 对吧 那我们现在已经盈利的空间 这个盈亏比 你现在就算平仓 这个盈亏比绝对是合适的 绝对是合适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单子了结了吧 我们因为本身持仓比较多啊 另外加上就跟大家也是在录这个视频 我们就不过多去浪费这个时间啊 你现在也七点钟了啊 再晚的话 晚上可能还要啊 有自己的一些安排了 好吧 行 那就节奏这个 帮家的节奏 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们现在平仓了啊 给大家说一下 好 帮家我们平掉啊 帮家我们平掉啊 正常我们是看到这儿啊 中间这个这个这个空间啊 这个空间我们就 还有大概十几个点的空间啊 我们就不纠结了啊 不纠结了 好 我们接下来就等待着我们的这个白银啊 那么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好的朋友们啊 这个现在我用的是笔记本 再去录这个屏幕啊 呃 现在的这个白银呢 已经如预期跳水了 等了一天的时间啊 等了一天的时间 这个白银呢 就两单啊 然后一直没有给到信号 就刚刚的大概这个五分钟之前 然后跳了一波啊 这个也没有来得及去加仓 因为白天在办公室的时候等了一天 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用笔记本 再看 所以本来想的是说12点之前 他要不跳的话就把它了结了 因为这个行情 我一般做做单子 我都不喜欢不喜欢拿过夜的啊 一般我就是不想耗这个精力 那么这个呢 也基本上达到预期了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把这个止损是下滑的 下到这个位置上的啊 在这就没有操作 没有做这个动作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个思路的啊 这个给大家清晰一下 那么现在基本上 也快摸到这个指引的位置了 也给大家看时间啊 现在是晚上的这个10点46分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啊 晚上的10点47分对吧 那么现在很真实啊 我们白银的这个账户 白银的这个操作 基本上也就告一段落了 为了为了就是说 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啊 就是我们稍微再等几秒钟 看能不能自动啊 如果自动不了的话 我就直接手动了啊 完了之后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啊 整个的这个赚钱 我随后的 我们今天整个的盈利啊 加上我们今天棒家的这一波行情 给大家看一下啊 棒家的这个这个这个节奏 棒家的这个节奏 其实是达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 看一下棒家在哪里 棒家 家里面这个笔记本操作起来 稍微有点深属啊 大家看棒家 棒家这个节奏 其实正常去拿啊 还打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当时那个仓位啊 是有那么一个情况的 我们做想要的东西啊 跟我们预期的是这个对吧 我们要的确定性 那这波还是还是来了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白银啊 已经到位了啊 没摸到指银 我这边就直接手动了啊 我们不去操音太多了啊 为了我们整个这个节奏啊 时间的一个限制 我还想就说在视频中跟大家直接去能够去指引这个单子啊 然后能够真实去表达我们现在这个账户今天操作的一个情况 那么总结一下啊 我们这个账户 棒家的一波空对吧 早上给大家预期的这个位置往下去拿对吧 一路加仓 白银呢也等了一天 本来我想加仓的 但是这个行情刚刚启动 没时间去加了 也只能说赶了给大家录视频 那么这波行情其实 对于正常来讲啊 给大家讲 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呢 因为这个行情说白了很弱啊 为什么很多很多同学就拿也拿就不敢拿了 但实际上我会很敢拿的 因为这个行情说白了 我把成本压下来是低一点 我觉得值得啊 另外就是你其实还是很弱的啊 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你这么下跌你很弱的话 那我觉得问题不大 对不对 那我就继续拿着 只是说我的时间节奏时间精力 我也会给他限一个时间 今天12点之前如果你不出来啊 那我就哎对吧 平保也好 或者说小损也好 我节奏就在这了 我预计的这个你的时间节奏 跳水的时间节奏就是就是12点之前啊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按照我的计器去做的 所以啊 整体的这个全天的这个操作啊 真实的情况啊 包括大家整个就联合我们所有的这个视频去看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其实也就是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全全篇啊 从分析到操作的一个全流程啊 到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平时日常操作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平时给大家去呃 带单啊 其实可能会跟这个有些差异 这毕竟是自己在做啊 带单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像啊 今天这个笔记本电脑还有评 很多评论没拉出来啊 你看下欧棒 早上跟他讲的对吧 你看现在这个行情啊 已经飞了啊 这已经是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节奏了啊 如果今天你去做的话 对吧 很多的品种今天我们预期 对吧 都实现你看包括在这黄金 我们在这去做空 对吧 这个空点 也是我们预期的一个一个行情 很清晰啊 每日多 对不对 啊 英镑空 对不对 这些这些节奏都是我们预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所以其实交易在我们看来是很简单的 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我们只想赚 我们想抓到那个钱 时间经历的原因啊 当然了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小账户的玩法 跟大账户的玩法 思路是会有些差异的啊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中可能你接触 刚接触你的交易这块还比较生疏 你可能可能经常做还是亏损的 但这个阶段其实我们都经历过 你没有这个阶段是很难达到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去这么赚钱的 好吧 那么这个视频呢 也是跟大家去表现这么一个真实的状态 然后呢 其他的我就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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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讲了啊 展开细腻的教学的这些东西就不够都讲了 好吧